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梁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现在局势啊愈发的升温啊愈发的升温了 那么习近平周三说做好战斗准备 那么在拜登啊他宣布这个美军将军事介入台湾之际啊 那么对然虽然说白宫 我们目前看到是白宫加上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拉 沙利文公开的宣称总统的计划没变 但是啊美军内部目前我还没看到像马克米利也好 或者是美国国防部长他们出来说话 那么现在呢这个驻韩美军的司令员非常高调 他说啊驻韩美军有必要啊参加武统台湾 也就是这个驻韩美军司令员是非常积极的 啊要参加战斗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来谈一谈 那么还有就是习总啊刚刚说了这个话 还有就是这个对今天 所谓美军跟这个加拿大这个护卫舰啊 过台湾海峡时候的这个迥态啊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这件事情 那么今天呢在台湾海峡呢呃应该是昨天晚上 这个美国的西金斯号导这个阿里布克级的导弹驱出舰 跟加拿大的这个一艘护卫舰啊 这个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 那么今天的卫星图像已经照片已经显示出来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那么也就在所有的海峡中线的两侧 都是解放军在尾随他们 在监视包围包围他们 一共我们有五条战舰 有三条在美军跟加拿大军舰的后方 两条在海峡中线我们这一侧 三条是在台湾内那一侧 那么美国跟加拿大的军舰不敢越这个越这根线啊 但是其实这根线是不存在的 但是是美国他要搞这条政治线 但是他来这个地方他占不到什么便宜 他来这个地方他可能有去无回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 这个美国宣布通过台湾海峡 什么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这两条军舰 我们东部战区说全程组织兵力应对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清楚 所谓的组织兵力应对 全程警戒是什么意思 跟尖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现场军事斗争一线的这个图片 就这样 你说他加拿大跟美国两条破舰跑过来干嘛 中国五条军舰在这个地方 盯了他 他其实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当然了他不开炮 不干嘛的 他就不会死 如果他敢在这地方造死的话 一定把他给搞掉 那么这个是目前的最新的一个动态 那我说过今天国台办的马晓光突然之间 升高拔高这个温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在看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习总今天的最新讲话 习近平强调 中国军队应该聚焦备战打仗 中国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周三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聚焦备战打仗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称 周三在北京举行了 由中国共产党政政局成员参加的 国防军队改革研讨会 习近平向与会则做出一些指示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称 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军队应该聚焦备战打仗 习近平还说必须扎实抓好 既定改革任务落实 也就是说 这就是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再次在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 强调这件事情 做好战斗准备 那么局势确实是有拔高之际 给大家看好 这个是法广的报道 战略模糊与否 中国认定美国会军事干预 驻韩美军司令员 首提有必要因应共军扰清台 中共二十大即将在10月16日登场 中共中宣部今天9月21日 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报告两岸关系发展情况 有关中国对台可能会以武促统的言论 国大派发言人马小刚回应称 愿意继续争取和平统一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势力 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就不得不采取断断措施 也就是说现在在 你看今天放在政治局这个会议上 但其实是昨天开的 今天马小光讲这个话 也就是说 经过习近平在这个政务局上面 这个讲话 以后 传达意思以后 然后马小光今天他们国台办 就来讲这个话 那么也就代表了是中国权力的最高机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 估计已经同意 一致同意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有 就是说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会打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很明确 你看 就是 武统就是解决台湾的唯一的手段 而中共中央最高层也认为说 现在这个局面发展到这个局面 到今天这个局面 中美两艘船要撞 马上就要撞起来了 他们已经要踏破红线了 就是现在已经踩到这根红线了 现在就是这个红线要被踩爆掉 就像跑步运动员冲刺的时候 冲向终点第一名 对吧 他会冲破那根踩带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他马上就要破了 马上切香肠 这把刀切下去 这个香肠 从前面切到中间 切到尾部 马上最后一点点 这个这片肉要撇下来了 所以说现在 就是会有这样 如此措辞的强硬的这样的话 所以说 老兵昨天 今天出来这些新闻的 我昨天是不是已经讲了 我说 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 确实是要搞了 确实是要搞了 你看今天就正式了 所以我的消息 语言非常可靠 对吧 就像佩洛西当时 对吧 提前 老兵提前12个小时 告诉各位 我说我得到确切消息 佩洛西肯定 铁定会降落台湾 后来就这样 在台湾了 对吧 我也提前告诉各位 我说 两岸的航班已经调整了 啊 包括已经进 进飞了啊 航 这个船都 大概都是在一两天前 都会告诉各位 所以说你看我的频道 你永远不会亏的 啊 我不会在这里 跟大家来他妈的 胡胡 下机把乱说 乱扯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下去 与此同时 根据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这个屌东西呢 是他妈逼台湾的 大家懂吗 这个是他妈替台湾 是台湾给金会来研究的 因为老兵说了啊 所有的智库 他是研究开始搞学术的 所有的学术背后就是政治 没有政治就没有经费 啊 就这么简单 CSIS 记住 是台湾的猴舌 对美国国内的美中问题 与台湾问题专家进行问卷调查显示 习近平第三届重点在和平统一 且多数人否定 2027年中共会武统台湾 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啊 因为台湾根本搞不到 中共中央的这个 政治局上面这些谈的这个内容 啊 他根本就搞不到 但台湾在这里开会 北京很清楚 你不要看有些智库 在这个地方他妈逼啊 说的好像有鼻子有有有眼睛 但他是台湾的喉舌 说习近平是和平统一 那不就在那边胡说八道吗 对不对 在散播假舆论 造谣是战术的一种 啊 造谣是战术的一种 只不过台湾特别爱造谣 啊 所以说2027年中共会武统台湾 啊 这是吹牛逼的 且多数人认定 但有77%的专家表示 台湾一旦宣布独立 中国就会挑起侵略战争 专家意移植认为 中国相信美军会借助保护台湾 反过来说 几乎没有专家相信美国结束战略模糊 能够阻止中国对台湾动武 因为中国早已认定美国会对台海进行军事干预 这个也是胡说八道 呃 就在昨天美国驱逐舰西金斯号 与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 合作航金台湾海峡 执行例行性任务 此一行动再度引发中国不满 中国解放军多么战区也突出回应 谴责美加公开炒作 并宣称共军全程跟监 那么 这个 他们想要说的就是说 谴责 中国只是注重于谴责 但其实我们卫星图像显示 我们有五条军舰跟舰 这个他不敢报 因为他是属于反华立场的 那么重点我们要谈的就是 驻韩美军司令的这个言论 还没 驻韩美军司令 首度提及有必要因应中国入侵台湾 另外在美国总统拜登表态 出兵协防台湾一天后 韩国东亚日报今日报道 驻韩美军司令 拉卡梅拉上将 十九日表示 驻韩美军正在制定一项 应急计划 以便在中国犯台时 支持南韩保卫台湾 支持南韩保卫台湾 你是要让韩国来保卫台湾 还是说你自己亲自上 对吧 这个话就让人有点疑惑 那么 报道称 这是现任驻韩美军司令员 首度提及驻韩美军有必要 回应中国入侵台湾 那么 该报道称 拉卡梅拉同时兼任联合国军司令 驻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 当天他在韩美研究所 视讯研讨会上 被问到如果中国清台 美军记录 韩国的作用是什么事 回答说 作为司令 他正在制定一项应急计划 以应应任何潜在威胁 拉卡梅拉表示 考虑中国犯台 引发的第二三次冲击 是合理的 他补充说 有必要参考乌克兰危机 对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破坏性影响 当面问及 美国国会和国民是否期待 韩国就美军防御台湾问题 提供军事协助的时候 拉卡梅拉表示 这无可否认 他补充说 决定将取决于首尔 韩国在越南 伊拉克和阿富汗 曾与美国并肩作战 据东亚日报分析 这似乎是在暗示 如果中国进反台湾 韩国有必要协力防卫台湾 所以这个里面 就是令人觉得很废一所思的 那么到底是你驻韩美军出动 还是说 你以驻韩美军司令员 也就是三八线以南这块土地 不是韩国总统是真正的统帅 而他是真正的统帅 他是美韩联军的总司令 对吧 而这个韩国总统只是他妈的副司令员 那么是不是他带领 美韩联军他妈一起来来帮助台湾 但是他这个话很明显 他说让韩国去出兵 因为韩国出兵 韩国被中国大陆攻击以后 驻韩美军就启动了保卫 韩国的机制 这个他妈的逻辑让我觉得 有点搞笑 有点搞笑 对吧 也就是说美军不会先动 如果解放军攻击了韩国 攻击了日本 那么他们就会动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研究方向 有一定的偏出现一定的偏差了 我们研究的方向是日军动 也就是自卫队动 然后我们跟驻日美军干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是驻韩美军很积极 而他提出的方案是 让韩国先来动 韩军先来动 然后我们攻击韩军 然后他们再来保护韩军 是这么一套思路 所以说这家伙的话 我个人感觉 他有点急于表达自己 包括他的那个驻韩美军副司令 之前讲的 这两个比有点过于早的表达自己 我个人感觉这个事情 马克米利同意吗 国防部长奥斯顶同意吗 对吧 而是他讲的也不是说 那么肯定说 我驻韩美军直接就出动 所以说解放军不停在黄海 渤海搞军事延期 北部战区不停的在它动起来 第八十集团军 也就是住在这个山东围方的 司令部在山东围方 对吧 整个山东负责 整个山东防务的 那他们在这里 也在搞军事延期 说了备战 他们的备战方向 显然不是台湾方向 而是驻韩美军 所以说这就搞清楚没有 北部战区 为什么要去换空军司令员上来 因为我个人感觉 你美军要动他妈逼 也就是空军动 所以说这就是一种风险 是一种风险 可能他们有点 敢军事冒进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 中国落争动时候所在 国际社会可能介入 而他说的更模糊了 他说国际社会可能介入 他说的国际社会 难道只是说是制裁我们 金融制裁 经济封锁 这个我觉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牵扯力太大了 你觉得中美之心 他妈每年他妈五千亿多亿美元 是不是五千多亿 因为是 对吧 这种生意 你说风就风吗 这有点特别扯驴 所以说所有的一线 对华一线的美军 的司令员讲话 都是模棱两可 而且他这个模棱两可 他也 你说他模棱两可 其实不模棱两可 他也是讲的很实在话 一个讲国际社会会记录 一个讲韩国军队先上 那么也就是说说来说去 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讲 我自己上这句话 因为你美国总统讲上 跟他妈的你美军自己讲上 那性质不一样 因为大家要知道 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 这个军队是非党化 是国家化的 而且搞军队什么的 都要经过他们国会授有权的 就是说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开展 那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 一致的这个同意才可以 所以说嘛 这两个小逼嘎子 可能就官运就不会哼通了 我跟那感觉 说这些逼话 但是呢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 可以肯定的 毛子在大打出手了 真打了 大打出手了 那么这边习近平今天 也就是在政治局会议上 每天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 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 唯一手段就是武统了 这一点是很明确了 总书记已经讲得很清楚 随时 就是说做好战斗准备 而国内办 就是说帮这个政治局来传话 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 已经踩到 红线踩到底了 看来要突破了 但我们告诉你会采取断乱措施 那就直接就干 所以哥们们 这一天已经 已经快要到来了 因为你今天 你看你这个驱逐舰什么的 过 对吧 这个台海 对吧 把中国的这个台海内海化 形成虚设 那这怎么行呢 是不是 那么 804大军演已经告诉我们 想拿台湾轻轻松松的事情 所以我跟各位讲 彩虹无人机都飞过去了 去干嘛去了 对吧 控制去了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 大家喜欢点赞订阅计 鼓励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